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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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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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像这里啦 比较像前面这里啦 有没有 所以 这还要洗一段时间啦 所以我已经讲过了嘛 5月就是大洗盘 这高手盘 他不会马上就恢复元气 他也不会马上就直接喷出 不太可能啊 基本上 我不是说他不可能这样这样这样子走啊 他真的喷出自己 哦那那那那也太恐怖了对不对 可是 哦不是说 百分之百不可能这样子 可是他这样子走的机率比较低啦 哦那老师 喂喂 那为什么比较低 他今天杀这一波就已经告诉你他要整理了 就跟这里一样嘛 他要整理了嘛 他整理多久 整理两个月 杀完再拉拉完再杀 杀完再拉拉完再杀 最后才喷出嘛对不对 跟这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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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整理几个月 三个月 好 那这是你非常好的机会 对不对 有没有 好所以 一样哦 他这里要整理哦 啊所以要不要担心 你根本不用担心啊 因为 了不起就是 就是洗盘嘛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很多人会在这里被洗掉 我再想调一遍哦 他会这样子就代表指数长很多了 但是趋势没有改变哦 那请问你告诉我指数长很多要不要休息 指数长很多当然要休息啊 但是他 因为市场的资金还是很多 未来指数还是会狂飙 所以怎么样 他只能花更长的时间去把前面的卖 消化掉 沉淀完他才会再飙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啦 代表你有很多的机会上车 所以结论就是什么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要买到对的股票 那什么是对的股票 我会跟你讲什么是对的股票啦 好来 所以 我还是要讲你们 像这种这种走法这种跌法 这种集叠的走势 会把很多人一下出场 会让想做多的人又不敢出手 只有信心肩肩肩才能够大赚 所以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给你信心 你不要因为盘中的下杀就开始害怕 哎呀老师哥台路啊 哎呀不用怕 要有信心 真的 让我来做你的股票啦 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啦 不是每天都涨零板 对不对 你总是要站在休息吧 对不对好 来 在这一波最低点的时候 我说什么 5月4号吧 这一波5月4号 当天盘中跌570-80点 跌快就 跌老师的路 你要600点 驾四行 有没有 好 当天没有人敢买股票 我说什么 很多被错杀的股票 它会开始飙 所以 你可以先去布局了 好 我布局什么你都知道啦 那为什么 我可以这样子讲 老师啊 你过来 因为全市场死多头 现在全市场死多头 每个人都杀下来都叫我买股票 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们老师在高点有叫你卖股票吗 你们老师在上面有没有叫你卖股票 你们老师在4月底有没有叫你卖股票 你能去看我的节目 跟我这节目的节目 我是为你做什么 你有看节目都知道 战略性调整 有些股票赚太多 有些股票赚太少 两三根掌零板也算赚 那请你先跑一趟 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 还是每天都说我在买股票 我又大赚了 我股票又涨零板了 看这种节目真的没意思啦 如果你都没有赚后 我跟你讲什么股票涨零板有意义嘛 对不对 好我们在卖股票 所以底下我当然可以买啊 对不对 那重点来了 我要让你看到我怎么让你看到未来啦 我请问各位 请问你高点有没有叫你卖 所以杀下来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呢 为什么可以买 你去选一个东西啦 谁在买 谁在买 这今天的新闻嘛 对不对 谁在买 光股在买嘛 谁在买 光股在买嘛 上一次跌的时候 谁在买 光股在买嘛 上上一次谁在买 光股在买嘛 好奇怪哦 好奇怪哦 每一次跌光股都买哦 啊每一次光股买完都会大赚哦 对不对 啊请问光股有没有买在最低点 没有买在最低点 我们来看他前他昨天买什么 好不好 他买什么 他买什么 有没有赚钱 他买什么 有没有赚钱 没有啊 拜托给 他昨天买什么 啊有赚钱吗 他昨天买什么 有赚钱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赚钱 为什么最后他全部都大赚 第一他资金很多 第二他根本不担心指数会跌 对不对 他只要到最后指数创新高 他只要赚钱就好 所以 重点是信心啊 我在讲这一遍 你不要 你不要这么没有信心哦 行情真的非常大 那我讲这个可能你现在没有感觉 以后你才会有感觉啦 好 我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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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关股敢买 哎 经济真好啦 哎呀是经济好没有用 啊没有用什么有用 钱才有用嘛 对不对 股票市场是钱堆出来的嘛 好来 好 外资哦 你老师昨天外资大卖 拍谁哦 他汇1400亿 他 四月 四月份又汇了1400亿进来 我跟他钱进来就没错了啦 其他钱有进来就比你就不用担心了啦 好来 好 我跟各位 来 请问你告诉我钱有没有进来 一点 一点九兆 2.3兆 然后现在准备推1.8兆 我告诉你哦 这个都还没发酵哦 连这个都还没发酵哦 现在在发酵的是在好几个月前 两三三个月前 这个哦 1.9兆美元的苏坑哦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明明指数就在上 可是下面的支撑力道很强 所以都会留下影线 有没有 下影线很长 下影线很长 代表下面低阶的买盘 非常多 很多人都想要在下面 在等的接股票 对不对 但是又碍于现在来 现在行情怎么样 下沙的力道还是在 有没有 沙盘的力道还是在 所以怎么样 所以震荡就会很大啊 好 所以我的看法一样没有改变 讲结论啊 其他我就不解释了 因为利率太低了 钱根本没地方跑 只要钱没地方跑 你就不用担心股票不会涨 所以未来股票一定会飙翻天 但是不是每天叫你买 我老师都不卖 我老师都不叫我买 那请问是不是全部都跌下来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IC设计 来 我会有没有叫你卖 我讲的 我在前面哦 我讲的都是我会员大赚的股票 我会有没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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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部都是我会员大赚的股票 哦这贪过六倍啊 哦这又是179% 哦这又是黄标啊 有没有 波段单加码单 全部大赚在高点把它卖掉 我们都在4月底把它卖掉 是 老师 你好 IC设计最杀的好凶哦 我先强调一件事情 来 这个预创 请问你要说 我讲比较近一点点的 有没有喷出 连这个都卖啊 而且我卖 我节目上都有预告 好 我问各位问题 现在你最担心的是IC设计 现在不是电子股在杀 是IC设计杀得非常凶 你先不要去管电子股 电子股杀很正常啊 重点是什么 IC设计是暴跌啊 对不对 好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只要没有买到这个 你在怕什么 你只要没有买到这个 你在怕什么 对不对 我先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愿意处理 你再来找我 如果你不愿意处理 你不要来找我 你问我也没有用 好不好 我也不可能把它拉起来 让你解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这处理很简单 一开始就是闭上眼睛卖 再来就是 只要有反弹赶快跑 请问你告诉我 这里你不闭上眼睛卖 你怎么卖 好不容易反弹了 你问 要涨到哪里 要涨到哪里 弹起来给你卖 弹起来给你不卖 不好意思 只要有弹起来 你愿意处理 你再来找我 这样好不好 我只能说 你有IC设计 现在可能你现在很烦恼 我告诉各位 这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 IC设计之所以会这样子杀 是因为前面他太飙了 你说现在传产股 传产股很飙 我告诉各位 前面IC设计在飙的时候 没有人比他还飙 很恐怖的 随便一挡股票都飙都上倍的 对不对 只要叫IC设计全部都涨一倍上 好 我们回过头来 现在你会担心IC设计 对不对 我觉得你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我的看法很简单 要杀就杀凶一点 要杀就杀惨一点 我讲这样子 很多人一定听不下去 老师 为了IC设计 你这么惨了 你还给我杀凶一点 杀惨一点 站在投资的角度 你如果想要买IC设计 难道你不希望他杀低一点吗 难道你不希望他杀惨一点吗 难道你不希望他叠再叠深一点点吗 所以回过头来 暂时不要去碰IC设计 等他叠完 我们再来买 这样好不好 所以你有IC设计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 没关系 我帮你处理这样好不好 反正很简单 标古字百病 对不对 我的IC设计怎么办 你去找一个在高点叫你卖掉的人 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你去找一个高点叫你卖掉的人 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你去找一个几乎在最高点叫你卖掉的人 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我们IC设计 大获全胜 好 我还是要告诉你一句话 标古字百病 老师 买什么标古 喷不停大黑吗 IC设计怎么标的 那现在 不要讲现在 未来要标什么 既然IC设计会这样子叠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一定有人取代它了吗 代表一定后面还有新的股票 会这样子标吗 回过头来 台北股市 重挫下来 这一天跌很惨 当天跌500多点 大家都走到没死 当天我没有叫你买股票 我当天点名两档股票 一档叫花龙 一档叫Oh my God 我先讲Oh my God 这是昨天 昨天涨停满对不对 今天又来一次 我待会再讲 我待会再解释 请问你告诉我 请问你告诉我 这是涨停板 那我请问各位 请问你告诉我 跌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不能涨停板的时候说 哎呦我的股票又涨停板了 你不能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大涨就说 哎呦我的股票又涨停板了 打开涨停板 变效耶 对不对 我怎么叫你买 我为什么要买 我怎么解释 我老师你告诉我 麻烦你导播 你什么 昨天台北股市跌500多点 你说 你说我的股票没有受影响 也有受影响啊 我说这个叫做错杀 那我讲过了嘛 很多被错杀的股票 它会先开始标 所以你可以先去布局 这就是我要买的原因啦 我看啊 所以我买 我已经讲过了嘛 我的股票也受影响啊 我也不会跟你讲说 我的股票今天又涨停板了 老师我又涨停板了 哎 你看到这能量 你就知道它一定会过啦 这都过了对不对 加120啦 加120啦 啊整百年都没去啦 整百年都没去啦 整百年都没去啦 我说完了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请问你告诉我 啊有没有标 这个你也敢讲 还真的给它涨停板呢 有没有 今天又来一次 我也不用多说什么啦 请问你告诉我 我又没有讲 我又没有讲 我就不解释了 今天又来一次啦 对不对 反正你就去看绿界 就很简单啦 绿界准备要创历史新高了 好啊一旦喷出去 请问你告诉我 它会不会标 该标的还是会标啦 现在是新贵的股王哦 还没多了 还没几块就创历史新高了哦 现在六百几块 我怕死人哦 好不好 其他的基本面的东西 我就不讲了啦 好来 我不只点名oh my god嘛 新的嘛对不对 老师 不能买IC设计买什么 买铜嘛 铜也标翻天 那我不想买什么 买新的啊 好啊 除了滑龙耶 我没有点名 最低点耶 啊为什么 为什么要点名滑龙 很简单嘛 我说几个月啊 不是同狂飙就算了耶 同狂飙我告诉你 这是长期趋势 会喷到翻掉 现在全市集 大家都说同华标 同华厉害啦 来 我讲完 5月4号 我点名完 oh my god 掌停 5月5号 oh my god 掌停板 5月5号 华龙 有没有掌停板 有吗 今天有没有再喷 有吗 今天没有掌停板 可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嘛 现在桶还是主流嘛 对不对 可是我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没意思啦 你今天如果不是我的会员 我也不会叫你去追啦 你就算是我的会员 你是新参加的 我也不太敢在这里叫你买嘛 为什么 你没贪到这个啊 我现在还叫你买 你敢不敢买 你敢不敢买 老师 可是我有没有讲吗 你这里有预告吗 我有没有预告 我有没有在这里叫你买 好 麻烦导播 你什么 喷发的火山 你没大赚的 你赶快买 我又 老师你买什么 我买什么 老师买什么 老师带你买什么 花龙 铜 是不是铜 是不是铜 好来 所以是铜 铜是什么意思 代表跟电动车有关 他叫做喷发的火山 看不出来吗 这一款就真的要喷发 对不对 哦 有没有 又要喷发了 是不是要喷发了 是不是要喷发了 滑龙 你还没大赚的赶快买 欢迎绕回来现场啊 请问我喷发 哎 四月份涨幅冠军 那一个月的涨幅冠军 就是他 半个月大涨115% 有人跟我说老师 我这四人 不贪到这么多钱 半个月贪一杯 一千万变两千一百五十万 现在你会害怕 是因为你没买到标股 我只能告诉你 标股自百变 如果你可以买到这样的股票 你在担心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哎拜托呗 第一档不是他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讲第一桶 对不对 你买第一桶 你为什么不去年买 对不对 然后呢第二档是什么 叫龙科 有没有 起步起掌 讲到这个我就要讲敦态 那个时候会员敦态赚非常多 第一次叫你买 第二次叫你买 第三次叫你买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是新会员 新会员不用帮救会员抬教 那个时候我不会叫你买 老师 可是你还是有叫会员买啊 对 你前面 至少你前面大赚的 你前面有大赚的 我一定会叫你买 可是你后面没有赚的 你是新会员 不用帮救援抬教 我就叫你买底部了 龙科 也是同啊 龙科有没有长一倍 好 现在龙科长一倍了 请问你告诉我 你敢去追吗 所以我后面又叫你买什么 华龙 华龙又长一倍 标股字百倍 现在我要买什么 我现在要买这个 喷不停 很大的嘛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说老师 这铜是主流 我现在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跟我说 铜是主流 我不要讲第一铜 龙科长一倍 华龙又长一倍 有没有 好 你说长这么多了 再叫你去追 实在太没意思 对不对 老师 龙科也喷出 华龙也喷出 都长一倍 那有没有跟他们有关系的 那 我可以再买在比较低的点了 有啊 华电啊 爆炸性 散喷啊 这个你也知道啦 我不解释啦 来 我说完 闭上眼睛随便买 涨停板 好 然后今天创新高 这是盘中的K线啦 盘中也被打下来 今天所有的股票盘中都被打下来 可是我要问过一个问题哦 来 你注意去看哦 除了他没有打开而已 代表他是最强的嘛 我没有买大三啦 哦 他今天是涨停板 而且重点是他连开都没开哦 代表什么意思 他是最强的 也就是说 他在创新高的距离是非常好 民生只要跳空 他可能就创新高了 所以他是最强的 好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其他的 今天隆心差点涨停板 最后打开 还杀到翻黑 有没有 他昨天也是涨停板啊 今天也拉上来啊 有没有 不是只有一嘛 华欣也是 昨天涨停板 今天拉上去又被打下来 还翻黑 对不对 好 这些股票 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创新高 隆心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 只有一档创新高 唯一一档创新高 有没有 我刚才讲过了嘛 除了大三 有机位创新高之外 就是他了 虽然 他盘中K线是打下来的 可是 创新高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可能是 接下来最强的嘛 还有另外的含义嘛 代表你前面比较没涨到嘛 好 这就是我买的原因啦 好 结束 好 我讲完了 好 啊你再没撞 我再强调一遍 你赶快来买这只股票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分享 全新的股票 喷不停大黑马 下一波将轰动全市场的新超级黑马 我今天要送给你 你IC设计没大赚 你铜又没大赚 不好意思来 老师铜什么铜 滑龙 什么铜 龙科 龙中K一杯 IC设计 IC设计 有没有 IC设计 所有会员大赚出青 大赚出青 大赚出青 以上我所讲的都是我们会员大赚的股票 然后做铜 以上我所讲的是会员的股票 以上我所讲的都是会员的股票 大赚出青 哦 讲错了啦 前一波有先卖一趟啦 好 然后呢 IC设计全部大赚出青 我们开始在做铜吧 对不对 好 我请问各位 那接下来呢 再来就是他 会不会 一标 又是好几倍 喷不停的大一马 今天送给各位 不限任何名额 你还没大赚呢 你赶快来 直接 送给各位 打电话 进广告 SPN 财经台 迈向新世代 888惊喜架 888惊喜架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一路旺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0511 3366 顶页投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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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直播 立即上线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是一群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团队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零耳 8511 3366 8511 3366 顶页投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讲的比较多 再强调一遍 就是要给你信心 你真的不用担心 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 你趕快来 标股自百病 我只要找到一两位标的股票 我还担心什么 我还在怕什么盘 对不对 老师 有没有新的股票 噴不停大黑马 就叫做噴不停大黑马 下一波将轰动全市场的新超级黑马 还叫做噴不停的大黑马 IC设计飙翻天 同概股又飙翻天 再来就是它 会员大赚 IC设计 IC设计会员又大赚 IC设计会员又大赚 接着同会员又大赚 会员又大赚 真的是大赚 大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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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买这支 准备又要大赚了 会不会一标又是好几倍 直接送给各位不先任何名额 潘不停的大黑马 今天送给大家不先任何名额 有关的这边刮金卡电话来听 直接送给各位 祝我祝你 明天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